好 那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要來看一下第七課 第七課的一些重點 ornadoes 這課的課其實還蠻長的 裡面有一些比較複雜的地方 所以老師在講的時候 同學你要稍微自己做一點筆記 或者是有些如果不是很清楚的地方 當然你就可以重複看 上課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叫倒帶 不過現在的話你想要倒帶幾次都 我們沒問題的啦 OK 好 那我們把螢幕稍微變大一點 來 OK 我們看到 It was a warm spring day When the Newport family began to hear a very loud and far away sound Far away 連在一起 是一個尋公詞 OK 好 當然你如果把它分開寫的時候 你說far away 那這個是副詞 但是呢當你把它連在一起寫的話呢 它就會變成一個形容詞 指說呢很遙遠的 OK 好 接下來 from their farm in southern Kansas Moments later they saw a swirling Swirling OK Swirl的話指的是旋轉的 那所以swirling指的就是什麼樣子 指的就是that swirls OK 也就是說在旋轉當中的 OK 好所以呢 a swirling cloud 就是a cloud that swirls or a cloud that was swirling OK 好 那這邊的話 抱歉應該是that's world 因為這邊是過去式 OK 所以這個時態 有時候真的也是會忘記咧 好 要記得它是過去式 OK as it came closer as 指的當然就是這邊講的是時間 因為這邊不可能是原因嘛 所以我們講的是時間 所以就是when或者是while OK 當它as it came closer it grew darker grew 這邊的話呢 我們說你看到grow 後面加上形容詞的話 你就知道說這個grow 是一個對啦 所謂的連綴動詞的用法 就是指說變成成為的意思 所以這邊grew 就相當於是became 所以你說it grew darker and darker 或者是你說it became 或者是it got darker and darker the winds grew stronger 一樣的啦 就是the winds got 或者是the winds became stronger the house began to shake trees were being knocked down 好 這邊的話 我們看到一個大家 可以說是又愛又恨的東西 就是所謂的進行式的被動 OK 好 我們說呢 來我們稍微回想一下被動 被動的話呢 當然它的一個方式是b動詞加上過去分詞 那我們常常提到說過去分詞是怎樣 過去分詞當然就是已經固定了 過去分詞沒辦法改 它就長那樣 OK 所以你要表達實態你就知道在b動詞身上動腦筋 好 那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你要講的是進行式 那b動詞怎麼樣把它變成進行式的 好那我們回想一下進行式的一個公式 進行式的寫法的話是b動詞加上動詞的ing 對不對 好那所以b動詞本身要變成進行式就會變成什麼 就會變成b bing對不對 好然後呢 那我們這邊如果要再把它加上這個過去分詞的話 就會變長這樣子 好那所以呢 後面那個bing跟過去分詞就變成都不能動啦 因為我們知道反正不管是現在分詞還是過去分詞 反正它一旦變成分詞它就已經變化式 它就固定了不能動 好所以呢 你只好在前面這個b動詞的地方去改囉 OK 所以既然是過去進行式就會變成 were 好然後呢 我後面就照寫 好所以呢 這邊的話就是說 樹正在北 這樣子可以 那因為有很多樹 好所以是複樹 所以會變成 trees were being knocked down 這樣可以看得出來嗎 好那其實 這個當然是從文法角度來分析把它講得細一點 那要不然的話呢 當然同學你在看的時候 第一個你先看到 were being 這邊表示有個進行式 好然後 be 一動詞這整個部分加上過去分詞 這個就是被動 正在被 嗯 OK 吹倒啊 這樣 你看那個風的話 那麼大力好像把它們擊倒一樣 OK as soon as they realize as soon as 沒有問題吧 意怎麼樣就怎麼樣 they realize the danger they were facing 我們都知道說 they were facing的前面 聲樂的一個什麼 聲樂的一個 that 或者是 which 對不對 因為這邊的話等於說這個 that 或者是 which 它代替的是 the danger 好然後它是當作什麼 它是當作呢 face或者是 were facing的受詞 對不對 他們正在面臨這個危險 所以當作 face或者是 were facing的受詞 那我們說當作受詞的話是可以省略的囉 好接下來 the parents rushed their five children into the cellar rush someone to 那其實不是只有into 你用to也是可以的 只不過這邊因為呢 它有一個空間 你要進去那個空間 好所以你要說rush someone into 比如說你說into the office 但是呢 如果你說呢 有人生病了 你要把他趕快送到醫院去 rush someone to hospital ok 好早上快要遲到 你趕快呢 爸爸媽媽趕快rush you to the school school ok 把你呢趕快充馬 在你去學校這樣子 ok 好也可以用to 如果你只是表示有一個方向 那這邊的話 因為那個cellar它是一個空間 那它要到那個空間裡頭 所以是rush into the cellar ok below the kitchen when the children came out a few minutes later they found their entire home blown away 好 好fine的這邊 fine的這個字呢 它的一個句型 如果同學還記得 發覺到或者是發現到 我們說後面加上受詞 然後再加上受詞的補女嘛 所以這邊的話呢 等於是found是find過去式 好然後呢 受詞的話是什麼 受詞是their entire home 好受詞补語就是什麼 就是後面的這個blown away 對不對 好這個blown away的話呢 它就是當作這個entire home 它來形容這個 它來修飾這個entire home 整個的這個房子都被吹走了 過去分詞當作形容詞來用 ok 好那接下來 我們來看到 if they had not been safely protected below the ground they would surely have died 好這個是一個 也是同學 我常常講說 這是又愛又恨的東西 叫做 叫做呢 假設語氣 對不對 好那這邊這個假設語氣 還比較特別的呢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是在講故事 在講故事 所以是過去式的 好那既然是過去式 所以這邊講的也是 跟過去的事情 對過去的事情做一種假設 我們常常講說 與過去事實相反 好ok 那事實上呢 是他們呢 是被安全的保護在地底下 他們躲在地底下 好那這邊的話是一個 跟過去事實相反的假設 ok 好那所以呢 這邊的話 因為他在講過去的事情嘛 所以他這邊是要講說 嗯 要是他們那個時候 沒有被好好的保護 好那我們就來回憶一下 好 所謂的與過去事實相反的話 那當然就是 if加上主詞 好然後這邊的話是要用 had not 好過去分詞 好ok 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if的部分 後面的部分的話呢 那你就要用什麼 因為你有表達一個假設的語氣 可能會或者是 也許應該會之類的啊 ok 所以你會有一個助動詞在這邊 ok 好然後呢 後面你還是要再加上這個have 加上過去分詞 當然也是用來表達 那那個時候 好因為你如果用 would should my could 直接加上原型的話 沒有辦法表達是過去 會變成現在 好 所以呢 你呢兩邊都一定要有 都一定要有這個have 或是had 去表達呢 是過去的事情 好 ok 好那當然這個句子裡面 它比較複雜的是因為前面 然後那個if的地方 同學如果注意看到 這個if的地方 它還包括了什麼 它還包括了被動 所以你會看到 had not been protected 有沒有 這個been protected 你可以看到被動的東西出現 好 所以這邊要注意啊 並不是had not protected 因為這邊的話 如果你說 had not protected 會變成主動 好那這邊的話呢 這些孩子是被保護 他們是被這個地下室 被那個所謂的 防龍捲風用的這個 避難的那個地窖給保護了 所以這邊是had not been protected 這樣才有一個被動 然後呢再加上所謂的 假設語氣啊 這樣子的用法 所以這個行動就要注意一下 ok 好那我們可以再多舉個例子 譬如說呢你說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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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d not worked hard enough I 怎麼樣 couldn't have made it ok 好比說你這句話可以拿來講什麼 可以拿來講你考計測的那個時候 你說如果當初的話我沒有努力用功的話呢 那個時候不可能成功地考上我們學校 ok 所以你說 if I have not worked hard enough I couldn't have made it 應該是吧對不對 雖然有很多同學都說他們是夢到的 可是 好像聽起來每一個人都是夢到的 ok 好 接下來他說 their parents were not so lucky their bodies were found several hundred yards away 好接下來下一段 the Newport family had been the unlucky victims of a tornado 好這邊用這個had been 同學會覺得他有點奇怪 好 ok 那這事實上呢 是因為啊 事實上這個故事啊 在講這些孩子的故事呢 嗯 事實上是在講他們 比較長大之後 或者是說他們呢 存活下來 存活下來以後 這樣子 他們呢 還蠻幸運的存活下來 這樣子 那這個是過去式 如果你講說他存活的那個點 這樣子 比如說我剛剛講到說 他們從底下出來 這樣子 好 或者是他們後來長大了 那這個家庭 好那所以呢 當你呢 當你往前推的時候 你呢 就說喔 他們呢 嗯 他們呢 那個時候 曾經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態啊 這樣子 欸 他們呢 曾經是這樣的幸運 那因為當你呢 要從他們 比如說你從他們長大了 或者是你從他們的去回溯 他們的那個龍捲風的經驗的話呢 你就要講說他之前啊 他在刮龍捲風那個時候 其實他們是蠻 呃 不能說蠻不幸的 應該說蠻不幸的 因為這些孩子其實還蠻可憐的 他們的父母親就這樣子 OK 好 那所以呢 這邊變成要用過去完成式來表達說 他之前發生的事情其實對他們來講是不幸 而那是比過去的時間點還要再往前 好 那我們知道說 比過去的時間點還要再往前的話呢 那我們就會用什麼 我們就會用 我們就會用過去完成式 好 因為他是比A point in the past 還要再往前的 好 好 那呢 他們呢 在當時小的時候啊 他們是 They had been the unlucky victims OK Although this tragedy happened years ago in 1932 這邊為什麼會特別提出來 其實這沒什麼特別啊 只是因為呢 這個in 1932 如果不提醒同學一下 你會以為是接後面 可是 不是 這個in 1932 它是接前面啊 它是特別跟你說明說 所謂的 years ago是什麼時候 是 in 1932 這樣子 OK 好 要不然的話呢 即使是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我到這個 years ago 我就會停一下 然後我就覺得 in 1932 是講後面 可是不對 好 這個in 1932 是在講前面的 years ago 是 什麼時候 它等於是進一步說明 好 Similar stories have been told over and over 好 這邊的話 have been told 這比較沒問題 好 就是呢 這個也是現在完成式 好 OK 然後配上什麼 配上所謂的被動呢 好 你看到 have been 這個部分是被動詞 然後呢 toed 是過去分詞 所以這邊我們有一個被動 但是是一個完成式 就是說已經被說了over and over 我們知道over and over 就是again and again since then OK 自從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前面講的 1932年 好 OK 好 那這個about about的話是在講什麼 是在講這個stories stories about the destructive power OK 好 那因為中間被這個blah blah blah 被這個東西給擋住了 好 所以這個about 丟到這裡來 但是事實上它還是在講說 stories about the destructive power of these unpredictable storms 好 來接下來我們往下看 好 他說 in August 2005 the state of Wisconsin was hit by nearly thirty tornadoes over 好 我們說over的話指的是呢 在一段期間內 它涵蓋一整段的時間 那時候我們會用over OK 好 來接下來 the storms cost about twenty one million dollars in damage 我們用in 表示說在損失上 好 在一個損害上面 in damage OK some years earlier in May 1996 a far more deadly 好 這邊的話我們看到一個比較極的用法 OK 你原來呢 deathly 致命的 好 那你呢 比較致命的 我們叫做more deadly 譬如說我們在比較疾病的時候 我們會說 有些疾病呢 它是更加的致命的 more deadly 好 加上一個far 我們說是用來強調用的 強調比較急 far more deadly 好 那請大家注意到 這個far這個字 你說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說 far deadly no 不可以這樣講 這樣講是錯誤 OK 你一定要放在比較急的前面來形容 OK 好 它說 這樣子的一個outbreak of tornadoes left more than 700 dead and 30 thousand injured 好 這邊的話呢 是leave這個動詞的 那leave這個動詞 我們知道除了當作離開之外 其實還有所謂的遺留的意思 所以這個leave在這邊就是遺留 也就是說呢 把什麼東西 遺留在什麼的狀況之下 也就是說 使什麼東西 處於什麼樣子的狀態 當你把它留在那邊 讓它變成那樣 也就是說你使它處於那樣的狀態 好 比如說這邊的話就是 讓 more than 700 dead 好 那既然你是使什麼處於什麼樣的狀態 讓什麼處於什麼樣的狀態當中的話 所以其實它跟我們剛才還記得嗎 find的那個字其實它的句型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後面加上授詞跟授詞補語 所以你會看到leave 然後授詞是什麼 700 然後呢 授詞補語是什麼 dead 有沒有 好 那後面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它不要再寫 leave它不要再寫一次 然後 那要不然的話也是 leave 30,000 然後呢受詞補語 injured 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往下 好同學你可以發現 這顆還真是有點麻煩 ok 好 不過呢 也藉機會把一些 平常有看過 但是呢 可能又有點帶方的東西 稍微回憶一下 tornadoes are essentially funnels of air rotating 好 這個rotating的話在這邊就是 它其實用來形容什麼 對啦 形容這個funnels of air 好所以呢 它是一個分詞嘛 好 那大家同學如果還記得的話 我們知道說你也可以就改成什麼 rotate funnels of air that rotate 對不對 好 as fast as 跟什麼一樣 好 那這邊很有趣的是 它跟什麼一樣 它後面寫一個速度 跟這樣的速度一樣 其實也就是說 有 那麼快的意思 好 或者說最高 就是說最高有像這麼快 最高有這麼快 最高有這麼快 當然不是所有的tornadoes都會 全這麼誇張 但是呢 他說呢 最高 能夠 像這樣子的速度那麼快 這樣子 ok of course not all tornadoes 這邊為什麼會特別把它標註起來呢 其實這沒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只是要跟同學講說 oh 這個字啊 它在做否定的時候是 不完全否定 ok 好 不管你把這個not放在這裡 還是你放在後面 如果你說 not all tornadoes are so dangerous 並非所有 這好像比較容易理解 因為這跟中文比較像 但是 如果你把not放後面 你說 all tornadoes are not so dangerous 意思還是一樣 還是部分否定 ok 意思都是指說 並非所有 因為我們知道說 像這種所謂的 表示全部的 比如說 all 比如說both 比如說every 這種字啊 如果你一旦否定它的話 都是部分否定 並不是完全否定 這個情況就要注意到 好 那接下來 many more are small storms that form quickly and disappear causing little or no damage causing 這邊的話其實你這個causing的話呢 你也可以很簡單 你就說什麼樣 and cause 當然也沒有問題 ok 那我們這邊為什麼要用causing 我們說用分詞的話 能夠表達一種更立即的語意 也就是說 在同時它也造成了這樣子 在同時它也做了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用causing 那一方面的話句子比較簡潔一點 比較漂亮啊 這樣子可以 那個語意的表達能夠更視切一點 表示同時這個樣子 ok 好 那little or no damage little的話是表示幾乎沒有 ok 因為事實上呢 所謂的災難這種東西其實很難講 如果它是發生在一個完全沒有人居住 完全完全所謂的荒郊野外 根本你也不知道你也不會去報導 那你根本就也不會覺得說有災難嘛 對不對 ok 或者是說小規模的 那只能夠造成很少微乎其為的 或者甚至於是no damage ok 好所以注意到這個little 當你只有little的時候 指的是很少的 幾乎沒有的 好 後面要加什麼 欸 不可數名詞 好 請同學記得喔 such small tornadoes occur in many places even in southern Taiwan where ok 好這個where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已經看過很多次了 ok 為什麼用where 因為事實上這個where指的是怎麼樣 指的是 in southern Taiwan ok 好 因為我們你看到我們這邊有一個 多麼親切的in 因為你有表達在什麼地方 好 所以你不能夠只有用which 你說哎呀我可不可以用which 不行 因為這邊的話你表示的是地點 你想想看你底下那句話 好 因為呢 這邊的話呢 這個where 這個where的話它表達的是in southern Taiwan 對不對 ok 好那因為你想想看 因為你後面這句話的話呢 你不能夠只有southern Taiwan 你是several are usually reported every spring in southern Taiwan southern Taiwan 這樣子對不對 好 你是說在南台灣several are usually reported every spring 好 所以這邊的話你一定要有個in 這樣你這個句子才會ok吧 好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where 它代替的是in southern Taiwan 不能夠只有代替southern Taiwan 也就是為什麼你不能夠用which的關係咯 好 那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部分 感覺有點長喔 好 感謝大家耐心聽話 那我們呢 到這邊先休息一下 好 那我們之後再來進行第二部分 ok 拜拜